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中国战区开始对日大寿翔。 寿翔地点多达16处,只将洽翔怎样拉开大寿翔序幕? 南京寿翔,岗村宁次如何垂此挣扎? 北平寿翔的地点为什么设在太和殿广场? 中国军队境外受降,荣光背后有何内幕? 台湾受降怎样见证台湾胜利光复回归祖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理应参加受降与接收。 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垄断受降,排斥一几? 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自主开展对日受降? 打受降系列节目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而被日本侵占了50年的台湾也成功光复, 并且作为中国战区16个受降地之一,接受日军投降。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它是如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呢? 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做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孤悬海外的台湾, 又进行了怎样不懈的努力? 大受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台湾受降上级, 气血抗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台湾受降及其意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覆没。 1895年,亲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半个世纪以后,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 从这一刻起, 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那么,台湾是怎样被日本强行割去的? 众所周知, 台湾是东亚大陆以太平洋上的一个交汇点,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在大航海时期成为西方列强际遇的目标。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海上的马车夫红毛帆, 也就是荷兰人, 先后入侵了台湾。 1662年, 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大军前往台湾, 结束了荷兰人38年的殖民统治。 1683年, 清朝匡西皇帝派出了福建提督师郎率领水师平定了台湾, 结束了郑成功的儿子郑金的统治, 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但是, 有一个国家对此是非常不爽的, 那就是日本。 日本自1868年, 明治维新以后, 就将对外扩张作为国策, 首先就盯住了台湾。 然而, 要入侵台湾, 必须夺取琉球, 就是我们今天的冲绳。 作为跳板, 琉球在明清时期, 与中国是中藩关系, 明清两朝, 多次派使生册封琉球国王。 那么, 日本是如何占领琉球这个跳板的呢? 1871年12月, 有琉球的渔民在海上遇到了飓风, 漂流到了台湾, 以台湾的原住民发生冲突以后, 而被误杀了。 很快, 日本以琉球人被杀为借口, 向清政府提出了交涉。 清总理衙门大臣呢, 就是一心, 他答复说, 台湾这个生番呢, 毒杀琉球人, 已有所闻, 但是绝没有听说呀, 杀害了日本人。 这两个岛屿啊, 都是我国的属地, 属地的人民互相杀害啊, 自当由我国来进行处理, 于贵国无赦。 就这件事, 唯独引起了一个人的重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直立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他在论台湾中这么说, 各国通商以来, 既予已久, 日本相聚游进, 欲为洋人先导, 早迟必图之。 果然, 1873年的一天, 一个来自日本的哑巴和尚, 登上了台湾的土地。 这个哑巴是要打双引号的。 他到台湾干什么呢? 当间谍, 刺探地情, 了解民俗文化, 为绝夺台湾收集情报。 这个人就是年轻的少佐, 华山资绩。 华山资绩在台湾日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台湾府道路广阔, 左右有朝泽, 盐田养育池等, 为富饶广阔之地, 令人垂涎。 有了华山资绩的调查, 就在第二年, 就是1874年的5月, 日本以代为惩罚为借口, 派出海军中将西乡重道, 率兵3600多人, 在台湾的廊桥登陆, 入侵台湾。 华山资绩就参加了这次行动。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朝廷任命沈宝珍为钦差大臣。 沈宝珍这个人是林泽徐的女婿, 他调派了六艘船赶赴台湾, 同时李鸿章又调遣了6500名怀军前往台湾, 一时间双方是剑拔弩张。 但是日本当时还不具备与倾国对抗和占领台湾的实力, 因此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 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 中国承认日方的行为是保明一举, 还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日本撤兵, 但是就为日本正式兼命琉球予以口实。 果然,1875年, 日军趁机开进了琉球, 不久将琉球改为冲城县。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谋取台湾。 为了防止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1885年, 清政府决定将台湾从福建省给了系出, 设立了台湾省。 怀军的将领刘明传为首任的巡抚。 刘明传在台湾的任上推行新政, 编练新军, 修铁路, 开工厂, 办邮政, 发展了工商业和航海业, 为台湾的静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日军吞并琉球的举动暴露出他对台湾的野心, 而清政府在日本的屡次挑衅下也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 因此专门设立台湾省, 加强对台湾的统治。 正当台湾迅速发展时,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清政府惨败, 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那么, 日本是如何通过马关条约吞并台湾的? 眼看家园沦陷, 台湾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怎样可歌可泣的抗争? 打受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台湾受响上级气血抗争。 就在台湾发展之际, 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了。 9月16日, 北洋舰队呢, 十艘兵船在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下, 在黄海上, 以日本的联合舰队十二艘兵舰遭遇了。 北洋舰队的兵船呢, 被击沉了五艘, 其余是伤痕累累, 退回旅顺。 1859年1月20号, 日军的陆海军呢, 联合进攻, 北洋舰队的基地, 威海卫。 暂至2月4日, 日本舰队和占领威海卫炮台的日军呢, 猛烈的轰击流攻岛, 以及港湾内的北洋舰队, 激战一直持续的2月11日, 北洋主力舰队相继被毁, 海军提督丁如昌, 自杀巡国, 号称东亚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覆灭了。 日军呢, 占领了辽东半岛, 津津地区危急, 慈禧太后呢, 没有办法任命李鸿章为头等权权大臣, 去日本马关启河。 3月20日, 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在春帆楼举行了首次会谈, 3月下旬, 日军呢, 又攻陷了澎湖, 避进了台湾, 因此在谈判桌上, 日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 清国除了赔款白银2万万两以外, 还要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 澎湖列岛给日本, 由于呢, 辽东半岛是德国, 法国, 俄国三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呢, 三国联合威逼日本, 要日本呢, 退出辽东半岛, 日本呢, 就要求亲政府再出三千万的服疗费, 还回了辽东半岛, 但是对台湾呢, 是志在必得, 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 李鸿章代表亲政府, 与日本呢, 在马关的春帆楼, 签订了上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此, 台湾脱离了中华版图, 5月10日, 根据马关条约, 日本天皇啊, 任命了海军军令部的部长, 为第一任台湾总督,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化妆成哑巴的, 华山刺激, 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 更让台湾人民悲痛欲绝,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台湾人民想尽办法, 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血战, 他们的抗争, 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怎样的重创? 从清政府决定, 割让台湾给日本那一刻起, 中国人的斗争就没有停止, 举国上下坚决反对清政府隔台, 各省和台湾发给清廷的电报, 如雪花般飘进了北京, 历程不可隔台, 正在北京参加科考的数千名举子, 发动了公车上书, 尤其是台湾的举人和靖师, 给光绪皇帝奏折上, 用如赤子之诗慈母这样的词句, 来比喻台湾分立出中国的惨吐的心情, 广大台报悲苦万分, 哭声达于四野, 台湾出身的靖师秋冯甲, 当即咬破手指, 雪书抗窝守土四个大字, 坚决以台湾共存亡, 他亲任团练使组织义勇, 并谋划建立台湾民主国, 最后决定请有声望的台湾巡抚, 唐锦松战设台湾政势, 并以全台士绅的名义, 电告亲政府声明, 自主保台, 就说你亲政府不要我们了, 我们自己来保台, 岛内军民发出了, 势部沉沃的响亮的誓言, 5月下旬, 日本禁卫师团, 在北川功能九亲王的统帅下, 在台湾奥底登陆, 进攻基隆, 立即遭到岛内军民英勇的抵抗, 6月上旬, 清兵失败了, 日军占领了台北城, 17日台湾首任总督华山自机, 在台北组持了使政仪式, 决定采用武官制, 但是台岛的抗争才刚刚开始, 邱风甲创办了异军, 自己带头变卖了家产, 以充军费, 并动员亲属入伍, 不久成立了160个营, 实际上参加过训练只有30多个营, 这个义军成立了, 邱风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 又称义军的大将军, 6月19日, 日军南下攻打了新竹, 邱风甲, 徐湘, 江少祖, 率部与日军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 中英响尽弹绝, 死伤过重, 相继后撤了, 日军继续南下占领了台中, 徐湘义军退守彰化这个地方, 埋伏在大渡西阻击日军, 在八卦山一役, 3000名义军与日军雪战了三周月, 失衡遍野, 义军最后突围的人不超过50个人, 而日军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直到10月的中旬, 日军才从台北台中到达了台南地区, 从陆上和海上加攻刘永福的黑旗军, 10月下旬, 刘永福寡不敌众, 他就搭乘了英国的商船内渡到厦门, 直到11月中旬, 台湾第一任总督华三自鸡, 得意洋洋地宣称, 全岛完全平定, 但是台湾各处的起义, 从此是兴兴点点此起彼伏。 日本侵占台湾后, 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期间台湾人民始终坚持抗争, 中国共产党和有关党派人士 也积极促进台湾光复, 但直到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两岸同胞才看到收复台湾的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同盟国为了安排战后事宜, 相继召开了开罗会议和波斯坦会议。 在会议中, 中国代表为了争取台湾光复, 又做出了哪些斗争和努力? 大受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台湾受降上级气血抗争。 在日距台湾50年内, 台湾岛的人民一直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同样, 大陆也没有虚于忘却台湾。 远的不说, 就说1936年的7月, 第一位进入红色陕北根据地的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 在宝安的一孔窑洞内, 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斯诺问, 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 是夺回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失地, 还是呢, 只将日本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这些中国的领土? 毛泽东回答, 中国当前的任务是要收复全部失地, 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 这就是说东四省必须收复, 对于台湾也是如此。 1937年7月, 日军制造了卢国桥事变, 全国性的抗战由此爆发。 1938年的4月1日, 蒋介石在武昌举行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的表态, 必须针对日本积极的侵略的阴谋, 以解放高丽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制, 我们必须使高台的同胞能够恢复独立和自由, 才能够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 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 1940年4月上旬, 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 参政员宋渊源连署了董碧武、张兰等27人, 向大会提交了 侧进台湾朝鲜革命是敌义速崩溃案。 该提案说, 以收复台湾为号召, 则台湾人民的心理必应以震动, 其革命进行必一行热烈。 这是共产党人和其他党派的人士第一次提出了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提案。 这个提案得到了国民参政会的通过, 一决送国民政府参考。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同时空袭了香港菲律宾等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英等国宣布对日宣战。 9日, 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宣布, 斯特正式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 所有一切的条约协定合同, 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 特此布告。 这里呢, 主要废止的是马关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 表达了中国收复台湾的决心和意志。 正当中国人民积极谋求台湾回归之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由于中国为战争胜利做了巨大贡献, 因此以同盟国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开罗会议, 商讨对日缓攻和战后事宜。 会议上, 中国坚决要求宣告日本归还台湾, 有的国家却表示反对, 那么中国代表又是如何寸步不让, 距离力争的难。 进入1943年的夏季,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美英苏忠等大国首脑们开始考虑和磋商, 战后世界的新秩序。 十一月九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电报, 判阁下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开罗, 这是呢, 蒋介石第一次作为四强国的首脑之一, 被邀请去参加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重要的会议, 历史性的开罗会议于24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 11月26日下午, 美国的外交代表霍普金斯, 携带了修改好的公报的草案来征求中方和英方的意见, 没想到出现了中英之间的外交代表的激烈的争执, 曹安宗是这样表述的, 日本由中国绝去之土地, 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 当然应归还中国, 繁系日军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其他的土地呢, 一概需使其脱离其掌握, 这个时候没想到英国的外交次长贾大干, 他提出疑议, 他说你这个不对, 为什么关于其他被占领的地区, 没有说明要归还河国, 单单要注明满洲台湾归还中国, 上述地区本来就属于中国, 因此没有必要写上, 中国代表呢, 黄宠惠就说, 如果按照你的意见, 日本放弃以后, 归属河国, 如果不写清楚, 那么世界各国就不知道这是世界大战呢, 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而引起的, 而我们作战的目的, 就是要在贯彻反侵略主义, 如果写的如此含糊, 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将会疑惑不解, 所以中国方面对这段文字, 你们要求修改呢,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贾大干辩解说, 本剧的上文已经说明了, 日本由中国崛区之土地, 则由日本放弃, 放弃后呢, 当然要归属中国, 就不必写明归还, 黄总会反对, 说措辞如果如此模糊, 则会议的公报将毫无意义, 而且完全丧失其价值, 贾大干仍然不同意, 在中方代表的距离力争下, 最终确定了, 在开罗宣言里使用了归还, 而不是放弃两个字, 11月27日, 会议发表了公报, 即开罗宣言, 如下, 罗斯福总统, 蒋委员长, 丘吉尔首相, 自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之宗旨, 在剥夺日本, 自从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在太平洋上, 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 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中国的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列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者贪婪所攫取之土地, 亦勿将日本驱逐出境, 1943年12月1日, 开罗宣言在重庆, 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 美国军机在给台湾空头船单上, 就印上了开罗宣言的内容, 台湾回归祖国的日程表, 已经非常清晰了, 1945年7月, 美苏英三国首脑举行了波斯坦会议, 争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 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波斯坦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 就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 本州北海道, 九州四国, 以及五人决定其他的小岛之内, 波斯坦公告是国际法律性的文件, 这是第二个文件, 再次重申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有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如何接触台湾, 台湾总督府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台湾回归祖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咱们明天接着说,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